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是车轮与地面的角度 也叫车轮外倾角 决定了车轮与地面的接触面积 也就影响了抓地力 独立悬挂的车两个轮互不影响 一侧轮胎弹跳另一侧还是垂直地面的 抓地力没变化 非独立悬挂的车 一侧轮胎弹跳会通过中间的横梁 使另一侧车轮的外倾角发生变化 与地面接触面积变小 抓地力就直线下降 比方说转弯的时候 离心力压缩外侧弹簧 拉伸内侧弹簧 车身倾斜 每个车轮的外倾角都发生变化 如果是独立悬挂 就可以自动调整车轮外倾角 尽量让车轮垂直于地面 而非独立悬挂的车轮外倾角和其他参数都变不了 轮胎抓地力降低 拐得狠了 轮胎都得离地 操控就变差了 这样看 独立就是比非独立悬挂的好 那为啥还有厂商说通过调教 能让非独立悬挂改头换面 不论赛车还是总统座驾都能用 车厂到底调了啥 我们下集再说 想第一时间看这么多有趣的视频和漫画 快来关注试之车学院吧